走从头啊,到底是谁赢了? 谁赢了?老邓赢了吗? 老拜登赢了吗?美国赢了吗? 是吧?明白着的吗? 当然是美国赢了 啊,俄罗斯跟乌克兰赢什么了? 啊,你看,打五个月死那么多人,是吧? 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啊 谁赢了?当然是美国赢了 当然是老拜登赢了 老邓赢了 啊,明白着的吗? 所以说的话,这两天 我看了多个文章 啊,多个视频都在说啊 这个俄乌冲突啊 关于这个俄乌冲突啊 大家小看了一个人 大家小看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老拜登 老拜登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 大家小看他了 啊,这个世界上的话 有很多人啊,觉得老拜登啊 走路都不完 演讲的话还老忘词,是吧? 就这么一个招老头子,是吧? 这招老头子厉害得很 对吧? 老拜登啊,走路不完 嗯,演讲老忘词 那年纪大了嘛 八十岁了嘛 对吧,谁老了都这样 但是人家的话 水平很高啊 啊,你们想 老拜登这两年总统 干了哪些事情啊 老拜登这两年总统啊 其实是做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老拜登一上台啊 从阿富汗撤军 要知道美国在阿富汗 投了几万亿美元 美国打阿富汗 几万亿美元都投下去了 而老拜登一上台 马上就 从阿富汗撤军 你看看 这至少显示 老拜登这些人啊 非常的果断 杀伐决断啊 我们中国话说起来 就杀伐决断 几万亿美元投下去了 不对 我就刹车 撤军 几万亿美元 扔水里就扔水里了 我亏得起 这就是厉害 是吧 老拜登这两年总统 干了两件事情 一件 果断从阿富汗撤军 还有一件就是 挑起欧冲突嘛 对吧 这五个月的话 这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的话 全世界很多人都在说 就是老拜登挑起来的 就是美国挑起来的 现在据说的话 老拜登自己都说 就是我挑起来的 就是我挑起来的 别人说的没错 那就是我挑起来的 我就要让俄罗斯跟乌克兰打 俄罗斯跟乌克兰打的话 可以说是 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多少好处啊 对吧 这不明白着的吗 啊 这不明白着的吗 对吧 你 美国这国家 大家都知道 世界警察 世界警察全世界收保护费 保护费跟谁收啊 当然是跟那个富有的欧洲国家 对吧 哦 跟富有的欧洲国家收嘛 啊 那你不能跟非洲去收啊 非洲都没钱是吧 你收什么保护费啊 哪有钱啊 对吧 你穷啊 骗子都拿你没办法 更别说这个 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收保护费是吧 跟非洲去收 非洲哪个国家交的错啊 人家没钱 对吧 没钱 那么骗子都拿你没办法 更何况收保护费的 收保护费就得跟欧洲国家 是欧洲负嘛 欧洲国家一个个负的留有啊 但是保护费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你老不打仗的话 你去收保护费 人家不乐意交是吧 啊 人家会想 我凭什么 你看 德国 法国 是吧 这些国家是吧 啊 瑞典 这都很富是吧 我凭什么给你保护费啊 我凭什么给你啊 对吧 又不打仗是吧 我钱自己不会花啊 我买点东西吃是不好啊 我凭什么给你交啊 对吧 这欧冲推开打的话 那完全不一样了 这大家交保护费是争先恐后啊 啊 可能有的国家的话 希望一次性把20年30年的保护费都交了 对吧 这个 这个 收保护费就这样 对吧 你不打仗 不打仗 不好收啊 人家没觉得危险 你上门 你去收保护费 人家不愿给啊 啥事都没有这么白给你的嘛 你凭什么啊 你凭什么跟我收保护费 那现在不一样了 而我一冲突的话 这打打出手的话 那这保护费那是欧洲国家抢着脚 你不要还不行 美国不要还不行啊 对吧 保护费怎么收怎么收 具体我也不知道 那有些 摆在民面上的嘛 你比如说的话 德国的话 大规模的增加军费 这些军费去哪啊 很大一部分就是跟美国买军火嘛 军火哪家强啊 对吧 这个大部分钱就是就是进了美国的药包 对吧 那现在这保护费是不要还不行了 对吧 以前那可不好收 人家不肯交 对吧 你都没打仗 你你你你你这三天两头跟我收什么保护费 是吧 没打仗 是吧 啊 这个这个就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如果说三十年四十年不打仗的话 这个国家自己会削解军费的 是吧 自己会降低国防开支的 因为你没打仗时间长了 对吧 大家都感觉不到这个战争威胁了 对吧 啊 那这个军费下降 这个很自然的事情 对吧 啊 呃 所以说的话 你说 老拜登厉害不厉害 老拜登非常的厉害 老拜登就干了这么两件事情 一是从阿富汗撤军 亏本的生意 一刀砍掉 啊 亏多少也不要了 这就是沙发决断 是吧 挑起俄乌冲突 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利益 是吧 啊 你看国家利益阿富汗在漏洞堵住了 亏多少我也不要了 啊 挑起俄乌冲突啊 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来说是 这个好处大得不得了 对吧 啊 欧乌冲突让欧洲那些国家感到不安全了 不安全交保护费才愿意啊 才争先恐后啊 安全交什么保护费啊 对吧 那谁都都都都 谁都心态差不多的 对吧 啊 所以说老拜登啊 他非常厉害 你别看他走路不稳 演讲还老忘词 其实老拜登是占的水平很高的 啊